經過了一整年 從春天到了夏天 到了秋天的時候你會發現 植物在成長的過程 它在長到某一個階段開始會黃化 然後葉片有青黃不接 開始要落葉的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因為到了秋天所有從春天萌芽生長 到達青春期成熟期以後 它在運作光合作用 那葉片一直在做一直在運作 運作到後面會老化 不要以為葉片不會老化 是會老化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它只要看到自己的葉片黃化了以後 都覺得它這一棵樹要怎麼樣? 開始要衰敗 其實不是 是因為它的整個的作用到達做到很累 所以就像我們中年以後 那種有一些職業的倦怠感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要刺激它 用什麼樣子刺激它快速在秋天 溫度又比較涼爽的季節 讓它再次的生長 那很重要就是要刺激 刺激的作用在每一種速度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檜木 檜木呢 它的整個成長你看喔 它是扁化的一個現象的葉片有沒有 所以在這一種檜木系的整個的生長階段 我們就要把它的頂端做一個清理 把它摘除 摘到我們想要讓它成長的葉子的階段 讓它去做分化代枝 而且現在又是植物快速成長了 像這一段我可能就不要了 直接就拔除 直接就拔除 拔到我們要的位置就可以 但是一樣不能沒有綠色的葉片 不能沒有綠色的葉片 這個就是我們在秋天刺激它 就是修剪嘛 刺激它在成長的一個階段 我頂端一動 你們就很清楚 讓它在底下又分化 長出來的一個現象 然後呢 有一些 比較枝幹的 我們就用修剪的 葉子呢 就用拔除的 這樣子 整個拉出來 看一下 拉出來 你覺得應該要 到哪裡 覺得這是要剪刀枝幹的 就剪刀枝幹 這裡 好 看清楚 修剪的位置點 它有分芽點 有沒有 分化的芽點 往下推 就可以往下修剪 好 拉長的 你希望從這裡讓它重新開始 所以在一年裡面 有兩個快速成長雅點的生長的季節 就是春天 跟什麼 秋天 好 好 你在拔的時候 就很 那個手感 就能感受得到 它的 汁 你要 該用剪刀的 就用剪刀 好 你看喔 這一段 我們清除了 這麼多 後面這個是沒有 差了幾公分 將近有 五公分的位置點 好 當然啊 大部分我們在整理 都會從下 往上 我這一次是要 讓你們看到它的落差 這邊 到還沒有整理的階段 好 讓你們清楚 那我就從底下囉 然後越剪 在秋天這個季節萌芽季 它就越來越茂密 好 你看到老師這樣做 有沒有發現 什麼樣 真薄也是這樣做 對不對 好 好 這一片呢 我們梳理好了 大概就這樣 好 這個是有整理的階段 因為 這一種呢 是 比較細葉 小葉的 所以 在整理的時候 要 要小心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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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秋天這個季節一致性的把它刺激修剪 整棵樹的現象 那一種樣貌把它往下 秋天可以這樣子大動剪刀去幫它整理 這是我們看到的檜木整理 秋天的整理方式 再來 你們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長得非常的凌亂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第一個 撿到我們要的位置 每一株都撿到我們要的位置 然後讓它去分化代字 那現在呢 老師這樣修剪 你看老師要剪的這一刀 剪下去的時候留下黃色的葉片 有沒有 那你們一定會認為 老師它要掉了你再剪到這裡 要不要往上再留兩片 這樣會比較保險一點 其實不然 你剪到黃色的葉片 這一片葉子呢 要等到新芽冒出來 它才會功成身退的掉落 不要小看 植物它的感知能力非常強 OK 它有使命感的 所以每一隻只要剪到 我們該修剪的位置 尤其到了秋天這個階段 你一定要拿起你的剪刀 像這一隻 各位看一下 夠長了吧 那要剪到哪裡 這整個延伸 你看喔 這樣子長這麼長 我要剪到這裡 讓它一化這兩隻 所以前面這一段就不要了 不要覺得可惜 你如果不修剪 它沒有分化出帶枝 在這裡又要修剪 在這裡又要修剪 分好帶枝了以後 其他的有花有果的 除非你真的要觀賞它的花果 不然的話 好在這邊呢 為了保險 我們剪到 有葉子的地方 因為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讓它分帶枝 但是呢 這裡都沒有葉片 因為它黃化掉落了 所以 我只能剪到葉片 這裡長出來以後 往回剪 往回剪 這樣會比較保險 因為現在 已經進入了秋天 進入秋天 好 一樣 我們就保留到 我們該保留的位置 好 這邊呢 也跟各位分享 看一下 這裡是黃的一片 對不對 但是呢 這裡 末端這裡有 有綠色比較 近的位置 就長出分帶枝出來了 那我可不可以往下 這樣修剪 可以的 因為 它在這邊是有回路 所以 往上衝一點 這裡再冒芽 是沒有問題 再來 這裡有夏威葉 不需要的夏威葉 我們修剪掉 然後剪到 我們該預留的位置 剪到我們該預留的位置 都是這樣 讓它的新生芽 秋天的新生芽 長出來了以後 我們再往回剪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都剪長度 先刺激修剪一下 好 現在 就是要 快速刺激 讓它再次生長 因為 秋天是快速萌芽的一個季節 等一下我再收集一下 看它有多少被我們修剪掉的 讓你們看清楚 左右 月底下的 我們留的 越長 越往上的灌點 我們留的 越短 它的尖距 結尖的尖距 要記得 每一隻都拉起來 看一下我要剪到哪裡 好 這樣子的話 你讓它分化出來的帶支 就是適合你要讓它分化的點 有沒有聽到那個剪刀剪下去的聲音 有沒有覺得很療癒的感覺 好 雖然聽起來很療癒也不可以亂剪 好 這一顆呢 大致上 還有液芽的部分 還有 各位看到這一塊嗎 這裡有長出很多我們不需要的芽點 然後 在同時 這個階段 也是要幫它處理掉 處理的方式 你剛剛看到 是這麼的粗魯把它剝掉 有沒有 它的這個 點 被我一剝爐 剝除了以後 這裡形成了一個傷口 再癒合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這種方式呢 有可能太粗暴了一點 我們要用剪的 看一下 剪的時候呢 要留一點點 這樣它癒合呢 就會形成一個流狀媒 像這個 在這裡 給各位看 這裡在修剪的當下 貼平了以後 往上翹一點點 一修 它就會在這邊形成一個流狀媒 癒合的時候 這裡 貼平了以後 往上翹一下 對 都是這樣 它的流狀媒就會 一個癒合點 就會一直堆疊上來 它就會很美 我們現在 因為秋天一到呢 有一些黃化的葉片 我們剪到我們要的位置點 或者 拉長 有葉子的地方 去做修剪 等它 像這一隻 我們拉長 這一隻 這裡有新長出來的芽點 是我們要的點 就可以往下修剪 OK 像這一隻 是不是太長了 但是這一片葉子 是一個回路 所以等這邊有長出 這邊又冒芽了 有沒有 這邊有 快冒芽的階段 長出來了以後 有葉片 展現出來 才可以往下修剪 那都是一個回路 我們這樣的 比較保險 不會浪費到 我們預留的這些枝幹 多年育養的成效 被整個萎縮進來 那就不好 這就是 秋天該做的一些 讓它刺激 修剪 分化代支的一個現象 現在 秋天請各位 不要再做 蓄枝的動作 好 再看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玉璃 哇 這一顆玉璃長得 就很長 那在這邊 老師不修剪 請教各位 這一顆 是要 拿掉夏衛葉呢 還是要 剪短 在秋天這個季節 你認為 要拿掉夏衛葉的 寫一 要剪短的寫二 玉璃 我們 期待 下一次 讓你們更清楚 看到 它的成長過程 好 那我們 秋季 秋收 這個季節 該做的 施肥 不打緊 還要 修剪 讓它分化代支 再來 我們看到 這一棵樹底下 長 那什麼 很多的螞蟻 有嗎 有沒有看到 太多對不對 要記得 幫它 用澳櫥 澳櫥 都可以買得到 現在一瓶120塊錢而已 你到 B&Q也可以買得到 你到 加熱湖也可以買得到 來 把它點上去 點在哪裡 所以 橫氣的邊緣 螞蟻 就會圍在 我們點的位置 圍繞在那邊吃 吃完了 回到巢穴就會死掉 因為 這一瓶裡面 有 乙酸 跟澎沙 所以 螞蟻吃了以後 回到巢穴 就會死 整窩 也會這樣 暴斃 OK 那我們今天 秋收 看到這個狀態 你應該怎麼做 我們播出到這邊 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人 請在下方 按讚 然後分享 然後留言 再來 最主要是要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我們創作盆景的未來 我們共同把盆景藝術創作得越來越好 是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